早晨 今天我們嘉賓眾多 有沒有嘉賓是未來過BNI的 請問 他的手勢 很多 很多未來過BNI 那麼早起床 辛苦不辛苦呢 初初以為這麼早起床 一定很悶很辛苦 其實不是的 一邊聽下去你會發覺 BNI其實是一個很精神的地方 回來後有幾樣東西 我們一定要知道來到是為了什麼的 其實BNI有幾個特點大家可以知道 還有這六個特點大家應該參加BNI都會感受到的 第一 我們回來是為了一些生意的夥伴 來到之後我們看看有哪些可以夾 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行業 我個人是相同的 大家自然可能有些東西可以夾到 組成一些Power Team 組成一些合作 如果在BNI長時間的話 相信這些穩定的生意夥伴可以幫你忙 第二 你要省很多時間在這裏 因為你不需要出去格價 不需要出去穩 只要你有個朋友或者有個BNI的會友 又懂得那樣東西的話 就自然幫你更快找到你想要的東西 第三 增加人生閱歷了 很多行業你聽都沒聽過 你一點都不了解的 但是來到這裏 你會發覺你自己懂得多幾十個行業的東西 變相來說 你自己的目光也都闊了很多 或者你坐在寫字樓 只懂得工程的東西 只懂得律師的東西 但是你懂不懂得餐飲的東西呢 懂不懂得化妝的東西呢 你現在會在這裏 你會學到很多不同的方面的東西 第四就是槓桿人的關係 我的背後 我的電話裏面 幾千個電話號碼 怎麼可以幫到你們呢 你們背後的電話又怎麼可以幫到大家呢 這就是一個 其中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為什麼我們BNI在這裏 我們並不是做四十幾個人的生意 我們是做我們背後再背後再背後的生意 最後就是曝光自己的誠信了 你每天坐在家裏 或者坐在寫字樓 你的誠信度會增高呢 那一定要跟你的客戶做生意 才會有誠信的 但是在這裏 你每個禮拜見到你的話 我們知道你做生意的態度 知道你做生意的手法 我們知道你究竟是一個值得上任的人 值得上任的話 自然的生意會增加多 而且自然越容易找生意了 但是其實這些所有條件 很多會都有 我有些什麼律師公會 什麼建造業 什麼醫生會 其實都有 那為什麼我入BNI呢 我這麼早起床幹什麼呢 我的分會在晚上都可以 到處都可以去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這裏每個都不同行業 你沒有競爭對手在這裏 而我們第六行最重要的 我們來到六會之後 就是為了做生意的 你可以安安安分別話 告訴別人 我今個星期 我有什麼想找幫忙 我可不可以幫到我手 但是你不會去到一個 喝喝吃吃的場合 我想找人幫忙 我可不可以幫到我手 不會 因為人家不會幫到你手 很多競爭同學和人 這就是BNI其中一個最大的特色 我們回來是做生意的 不是吃早餐的 那一會兒我們有個完整的流程 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究竟我20個流程之後 怎樣有些流程是介紹自己 怎樣有些流程是拿生意引戰 那整個流程慢慢大家享受 今天的時光 好嗎 多謝各位 好 感謝各位 謝謝大家